这起案件令人发指 山东东宁有一位男子驾车 多次碾压将其妻子碾死 这个视频放出来之后 老百姓们都怒了 还有这样的人 他检查过发现人没事 还继续的碾压 一直碾到他去世为止 所以很多老百姓都要问了 是什么样的仇恨 什么样的争端 能够导致这样的无耻的作为 但是无独有偶 在浙江临波也发生了一起 女子驾车反复碾压男子 某男子 38岁的女子撞44岁的男子 这件事情目前男子已经抢救无效死亡了 而这个女子已经被抓获了 到底是什么样一个事情 还有待于这个警方的发布 但是确确实实这个女子也是有意的 所以现在的社会怎么了 大家把汽车都不当好好的交通工具 拿来当杀人的武器 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我们也呼吁 每一个驾车人 谨慎驾驶 不要把汽车当儿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